Hello 新浪娱乐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演员许凯 那其实看到你最近在微博分享一段视频 就是那个许愿的那个港风的视频 网友都说许凯好港 你怎么看待大家说你是港风操汉 港风操汉 其实我没有那么的那个觉得自己很港 但是身边朋友反正就是合作演员老师 反正一看我们就是南方人 我也不知道从哪看得出来 对 所以粉丝讲这个时候 其实我也是get到一点点 那你自己平常会喜欢看那些港片吗 有没有哪个希望合作的一些小港片 哎呀 能合作到那些前辈 就是求多求未来的荣幸 从小看到大 就是港片 比如说所有的你能说得出的 我都能讲述剧情 就无间道啊什么的经典 当然是这些比较经典的 还有一些很多 从小看到大 所以其广东人他们会更就是对港片有一些更特殊的经典 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 经常看的就是那个本港台 还有翡翠台 对 然后就是放的都是港片 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就看这个 那所以徐凯本人拥有最多的时尚商商品 是老头白费心吗 就是我前些天在那个微博上看到那个粉丝说 徐凯肯定是这些黑色衣服都买了很多件 裤子也是 其实真的哦 我那个说我那个黑袭裤啊 我买了四条 真的是四条 然后我的黑T也是就是四五条 然后所有的纯色系的衣服 我都是每次一买就买七八件 但是是一样颜色的各两件那种 对 所以你那比较喜欢就是深色一种 就是感觉现在新鲜感没那么强 对这些事物 就是想说那我喜欢一个东西 我就多买几件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第一次游戏可拍的感受 当然是激动到睡不着觉 跟父母打电话 因为我特别记得 因为我们没得选以前 就是你有的拍就拍 没有的拍就没得拍 你得去试 所以直到我第一次游戏拍的时候 我是异常的兴奋的 就是睡不着觉 然后再想 哎该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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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就像小时候去那个春游的 前一天晚上 包里准备了一堆零食 但是就是期待睡不着觉 等第二天分给大家吃那种 你现在想起来 经过多少次试镜 才拿到一个角色 我是运气特别好 我是比较 走狗食运的 就是我其实 出道到现在 没事多少次进 好像每一次就是 都有中 对 对 那请你们想起来 当时就是第一次演习 然后作为演员的 你的野心是什么 野心 对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其实当时根本不会想那么多 当时就想 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 就是现在我都怕走不好 怎么想以后 当时真的没有想以后的 就觉得 能拍完这部戏 能好好地顺利地完成它 然后挣点钱 回家开开心心地陪家人 当时就这么讲 对 那你现在有 当初有不一样的 现在对自己的 未来的演员 到了有什么 新的规划 现在啊 现在觉得 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也好啊 或者说 时间的磨砺也好 磨炼也好 就觉得心态老了很多 就是不再那么的 渴望某一样东西 更多的是想说 自己能完成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就是在各方面 想着去提升自己 去多学一些东西 就想说更加想往内走一点 因为年纪也到了 那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次得到主角这个机会的感受 第一次得到主角这个机会的感受啊 那当然是骄傲到爆炸了呀 就是 但是不是飘啊 不敢飘 怕第二天角色没了 就是骄傲啊 然后兴奋啊 然后 偷偷的喜悦啊 也是第一时间跟家人分享 其实也没谁能分享 对 那再来分享一下 从演艺来和对手戏演员 最难忘的一段对戏 从来没有对外分享过的一个 最难忘的一段对戏啊 嗯 就拿我 其实每一部戏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因为 情感戏和伤感戏和虐的地方 每一部戏都会有嘛 有糖就有那个玻璃渣嘛 那么我想说 就拿我最近要播的一部剧 乐游园来说就是 嗯 斐大写得太虐了 斐老师 就是给我写的 就是最没有说出去 但是很难忘的就是 我们拍了一个星期的打戏 那么这个打戏呢 是每一天 我的亲人 都在离世 就在我面前 就是 伤亡 所以那一个星期 我就连续一谋 连续崩溃 给大家哭一个星期 就是 哭完眼睛肿肿的 早上一睡醒 我说导演眼睛这么肿 这么肿 怎么拍啊 不接戏了 导演说 不会啊 情绪接着 那谁哭那么久 眼睛不肿啊 哇 就连着肿一个星期 对 所以 所以 那有人算你就是 待过的 罪虐的 我觉得跟 千古有的比嘛 彼此彼此 就两个人 都是旗鼓相当 就是我接过这两个 都算是罪虐的 那其实大家 是不是戏外戏 还是挺欢乐的 特别欢乐 哎呦 我们聚餐的时候 特别欢乐 他 他有段时间 他给我写 我给你写怎么样 够不够 不够 我再加一点 我说够了够了 别夹了 我哭三天了 我这样子 真的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从业以来 对你帮助最大 或者说 对你 让你收获最多的 剧组或者业员 嗯 我讲这句话 你肯定觉得是 很官话 但其实不是 我不能说 个别的 我只能说 每一部剧 当然是对 演员本身 对我都有帮助 只不过是有特别的 就比如说 我拍千古啊 比如说我拍乐乐园啊 比如说我拍星光啊 鲜六啊 就拍的每一部戏 当然包括演习 包括所有演的 给我的 就是 成长和帮助都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 每一部戏里面 都有很多前辈老师 很多老戏鼓 然后还有导演 他们会跟你聊很多 比如说我很早些年 拍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二十三四岁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四岁 就是当导演 四五十岁 或者五十多岁 或者说一些老前辈 六十多岁 七十岁 他们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们跟你讲 他们的一些阅历 或者聊天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 那个时代也好 或者说年 就是年龄差的一个碰撞 所以我特别喜欢 听他们讲这些故事 我会脑补 就是那个时代 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 他们怎么去拍戏 他们怎么去工作的 有多敬业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是一份很宝贵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 相当于升级打怪兽的 经验值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每一部戏对我来说 成长度很大 那其实我们上一部 刚刚刷清的 其实是成欢级 那在成欢级的片段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 特别有趣的就是 跟妈妈呀 和赛飞老师 还有爸爸呀 然后杨子啊 我们那个 就成欢 然后 我们就是 天天也会聊 还有奶奶 然后 就是让我 因为我没有接过 这么 就是生活的剧 然后 天天其实 没什么 太大起伏的剧情 但恰恰是因为 这样才是一个 很接地气的 一个生活剧 因为家里可以 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 就可以吵得很凶 然后互相斗嘴 我们就天天劝你家 我们别这样 别这样 别这样 哄一下妈妈 哄一下爸爸呀 哄一下奶奶 就感觉 很舒服 每天工作就是 嗯 一开始觉得很平淡 就刚开始 我觉得 啊 怎么这么平 好无聊 每天都没有事件 后面发现 慢慢慢慢 我自己也忘了 就觉得很舒服 好像真的 就不是在拍戏 就是一家子一样 对 我觉得很有 烟火味 那其实大哥 说杨老师是喜剧人 他在片场 会不会就是 想走大开心 喜剧人 喜剧人 我 嗯 好 对 他很幽默 他就是特别的那个 幽默 特别有梗 对对 你看 他 他喜剧人 说得好勉强 他喜剧人 我不信 我不信 他真喜剧人啊 对 他就说他很好笑 很搞笑 然后他发了 做发空欠啊 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没有这么感受 啊 我俩是属于那种 互相 互相就是那种 互相 看不上对方的幽默的那种 哇 你好幽默 然后他这么说 我就这样子 我就啊 就旁边有很多人 我们经常 因为我们挺熟的 我们在现场就经常 我讲个梗 跟大家讲话 比如说我跟郭云奇 或者跟谁讲话 其他角色 他就旁边 哇 徐老师好幽默啊 什么 我一下子冷场 你知道吗 好 他有时候 讲那些话 说我经过 我听到 我一看 哇 这就是你的幽默啊 对 我们就相互 battle一下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 因为这次也是一个 青年演员的一个活动 那如果和任意的青年演员 这样出演 和任意体裁的作品 你最想搭档 要出演谁 还有演什么样的类型和关系 那我 只要能够出演我想演的剧 合作谁都没关系啊 我想演警匪 我想演玄疑 我想演卧疑 我想演卧底 我想演热血一点的人 对 就跟谁合作 没关系 只要适合角色就行 用15秒的一个简笔画 来剧透一下演员许凯 接下来的大总统 我写了一个字 我写了一个字 我要说出来是吗 呃 我们作为彩蛋的版 你可以介绍 那我已经关键词了 这个字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当然是水游泳的以后嘛 那这个 soul嘛 后面是风 就很快的一个字了 对不对 这个是感叹 那你这个语言 我们介绍了 嗯 你这下单剧透吗 好难啊 这个比较难看的吧 好 好难啊